况且,他并没有违背诺言,并为战胜七大高手啊 最后一个高手是我,他还没跟我比试过呢 算了吧,你男的来,正好陪陪我啊 我是来找汪爷谈公事的,没空陪你耍合 喂,你好,打狗也要看主人 一个月之后,我一定将他训练成才,让他脱胎换骨,敢跟我打赌吗 那我就胜之不武了,好吧,就言为定 你记着,别跟我抬杠,要真心向上,别让人看扁了 陈少奇 少奇 陈少奇 哎,玉凤,是你啊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河南会馆的人都不知道你跑到哪去了 那你到底怎么找到我的呢 我闯荡江湖这么长时间,这点小本领还是有的 哎,别说那么多了,进去坐吧 好啊 爹 爹,我给你介绍 这位就是我在京城认识的好朋友,叫赛玉凤 老伯,你好,打扰了 欢迎欢迎,难得小奇交到了好朋友 到我房间去坐坐吧 好啊 伯父,我就不客气了 哪里,哪里,你们随便谈 爹,让我们进去了 好 还不错嘛 哎,七妹 你的杨玉钱那天打圣 我可在街上看见他了 真是一表人才,威风神气 哎,你爹也放出来了 这回女妇女可以团圆 情人有得胜 真是应该恭喜你啊 谢谢 怎么了 一脸的丧气啊 杨兄弟呢 都是那个可恶的永宁哥哥 把我爹从端亲王那里救出来 他既然救了你爹 你干嘛说他可恶啊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他的条件就是要阿乾去王府里当侍卫 阿乾只好答应他了 他刚刚已经走了 哦,这么说 那个永宁哥哥 是看上你的情人了 你为他牵肠挂肚的 好了没多久又不好了 齐妹 我跟你说 要是我们来世再做女人的话 千万不要再爱上江湖中人 来世怎么样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知道 今生 我已经好难过了 你说的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找到了董汉成没有 还没有 我只找到一个认识他的朋友 希望他能帮我联系上他 那你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狠心的家伙 肯不肯见我 都是那个可恶的永宁哥哥 把我爹从端亲王那里救出来 他既然救了你爹 你干嘛说他可恶啊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他的条件 就是要阿前去王府里当侍卫 阿前就好答应他了 他刚刚已经走了 哦 这么说 那个永宁哥哥 是看上你的情人了 你为他牵肠挂肚的 好了没多久又不好了 齐妹 我跟你说 要是我们来世在做女人的话 千万不要再爱上江湖中人 来世怎么样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只知道 今生 我已经好难过了 你说得对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找到了董汉成没有 还没有 我只找到一个认识他的朋友 希望他能帮我联系上他 那你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狠心的家伙 肯不肯见我 儆凯快乐 拜见董哥 起来吧 老师啊 你教教他 下跪叩拜之礼吧 我可没说过向你下跪 那你见到我爹容卿王 不行礼吗 他可是救过你师父的 我现在就全冲我爹 老师 你讲讲他吧 赵 来 看着 叩拜王爷 见了王爷 要行叩拜礼 有什么事禀告啊 王爷问你的话 你得回答说奴才 我不是奴才 也没有话要说 王爷没让你起来 没说贵安 你不能起来 老师 算了吧 好 我呢 就饶你这一次 可是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我只希望你有规有矩 不要坏了我们容王府的规矩 知道吗 知道了 请哥哥放心 老师 你再教教他 其他的礼仪吧 好 公纵哥哥 你总算 跪过我了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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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很热 你说是不是啊 格格说是 那就当然是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窝呢 格格何出此言 当日在今出于你时 你试试与我作对 倒有几分男子气概 现在对我百依百顺 就像个狗奴才一样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只是照你说的去做 学会了所谓的礼仪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不跟你争辩了 我有点闷 快想法子让我开心啊 什么法子 我想不出来 真没用 闷死我了 当然了 这个园子那么大 困在这里 像困在笼子里面一样 哪里有外面的世界 自由自在 那么广阔 你想离开是不是啊 居然说我的花园 像个笼子一样 我躲起来 你三天三夜也找不着我呢 这有什么稀奇 这个花园这么大 如果我躲起来 你也照样找不到 好 那我们就来玩捉迷藏 你躲起来我来找你 若是让我找到 你就多留一个月 这个没道理啊 我不管 一 二 你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时候玩捉迷藏 一定躲在这假山后 这个傻小子 一定躲在这 杨芸芸 我知道你躲在哪 你输了 你快出来 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 我还没输呢 有本事把我抓住 你别得意 我一定会抓到你的 伍德训 伍武德者 武之宗也 古人为 未曾学义先学礼 未曾习武先习德 缺德者不可语之学 丧礼者不可交之武 习者应不牟利而禀大义 不畏强而舍己身 言当守谦慎 心虚善始终 平常本虚怀弱骨 将礼守信 习以精益求精 持之以恒 恕高尚之武德 以武强身 以德养性 小子养育前 擅当书房宝地 千万不要见怪 不打紧 不打紧 你 明白伍德训吗 不太懂 以前 师父曾经说 习武者 都以德服人 但是未够详细 不懂其中之深意 今天 读到这训事 又多为曾领会 好好 古人有云 明代内加权 有五不传 少林权 也有十条戒律 总之 只要习武者 目标明确 动机纯正 不为一己 要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 好 我明白了 谢谢您 你叫杨玉琴 就是格格请回来的事呗 是 不管东文老师 高兴大名 我 以后 你就叫我荣老师好了 荣老师 荣老师 我有空的时候 可以到这里来看看 这些书吗 好啊 你来看吧 这些书 搁置了许多年了 从来都没有人问津 你呢 是唯一的一个人 好喽 这些书 以后就不寂寞了 这么多书 没有人看 真可惜 真浪费 六合全金 您看着什么书啊 书中自有黄金奴 习武之人最重要的 是要做到身体与天地合一 只要达到这个目的 武学造诣才可以登峰造极啊 你跑到哪儿去了 害得我四处找你呢 如果真告诉你 我去了哪里 那你就认输了 我才不认输呢 那 我就不告诉你了 好啊 那我明天再来 我就不相信啊 不能把你情下 好 明天见 不过 你若再找不到我的话 你放心 明天呢 你一定无所遁形 我不会让你永远躲着我的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夜深了 请哥哥早点休息吧 死阳欲擎 我在这里啊 我还没想到你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你找那么久都找不到 我都闷死了 不如算了 不要玩了 你要我认输 才不呢 那就当打合吧 不 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对着一切聊落执掌 不能连府中 一个人都找不着啊 我们带来 不用吧 若是不 你就再多留一个月 好好好 我先躲起来 快要 高五 名掌 想不到武学之道竟是如此的晕缘无尽 武学之道博大声广 一个人的武功又怎么能代表全部武学呢 多谢老师指点 真是如此可笑 如此可笑 我看你打着连我心里都痒痒了 来 咱们过两刀 不会吧 杨丽琪 你走到哪儿去了 糟了 怎么了 我跟哥哥正在玩捉迷藏 他要发现我在这里肯定会超骂我一顿 我就再也来不了这里了 没事 没事 躲在屏风后边 快去 快去 杨丽琪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那个臭小子杨丽琪啊 你没看见我在那儿看书的吗 快出去 出去 快出去 哦 出来 出来 看什么 奇怪了 永宁哥哥对人一向不客气 怎么对您如此害怕 因为我是他爹 荣王爷最尊重的老师 所以他也会让我三杯 来啊 咱们过两刀 好 请指教 准备好了啊 你不要按吗 你没事吧 这么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骨火栏有点啥子啊 梁偉琪 你好大胆啊 居然连我爹都敢打 荣清皇 小人该死 不知者不怪罪 起来 你又来干什么 我在外面到处找不着杨玉前 知父莫若女 我就知道 一定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 所以我就躲在外头 要不是我及时进来 你早就被他狠狠修理一顿 我跟他在这切磋武学 那你们切磋完了没有 我还带他走 闺女 咱们打个商量 我看那小子挺好玩的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个月 不行 你把他借走了 谁来陪我玩 你身边世众那么多 你找谁陪你玩不行 要是没有我除面 你怎么能救他师父 他又怎么能给你当侍卫 要不然的话 就是狡兔死 走狗烹 你把他借给你一个月 一个月后 你得把他还给我 不然你也是不守戏诺 好了 好了 你别在这捣乱了 快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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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咱们再来两下呢 还来啊 王爷 来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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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啦 去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爹 他们说你今天连早饭都没吃呢 都是你 害得我爹连饭都不吃 你想饿死他 你们两个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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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齊兄弟 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会不会喜欢上我 风风念念的 胡说些什么 我有风风念念吗 爹 怎么了 站了这么久了 回屋坐一会儿好不好 上个闺女 爹 都已经第三十天了 阿前答应过我 一个月以后就会回来的 怎么都没有看到他的人呢 他在王府当斋 哪那么多自由呢 晚回来一两天 也没什么新奇的吧 但是爹 你想阿前他会不会 你看你 担心成这个样子 要是让阿前看见了 也准会被你吓跑了 他敢 他不敢 他不敢跑 你这么凶啊 谁都不敢跑 爹 你怎么这样子嘛 还捉弄人家 我都快气死了 你怎么会把他拿好 赶快给爹烧饭去吧 又烧饭了 不吃饭怎么行啊 知道了 大鹏庄 大鹏庄 这讲究的是停工 停于心 凝于耳 行于气 运于掌 即以心行意 以意运身 以身运气 停尽后发 停时要反应灵敏 随驱就身 进退自如 鸟就飞不起来了 鸟就飞起来 阿晴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快放线 放线 好高啊 来 给我给我 往这边 往这边 去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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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啊 有进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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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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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她赢了 爹 都是我的错 不关阿琪的事 您还是把我废了吧 我把你废了 爹 不要啊 是你啊 怎么 你以为我是谁啊 把我当成杨玉前了 她约你啊 我们约好了一个月之后 在这里等着 她还没回来 岂有此理 看不出来她这么虚情嫁义 也许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 你还替她说话 我看她早把你给忘了 不会的 你不要胡说 我胡说吗 男人都是狠狠心的 哼 说不定 说不定她又是个陈世美呢 你不要乱侮辱她的名声啊 你真的那么在意她的名声啊 我看 也许她正抱着永宁格格 在花钱月下 你是谁啊 她早泡到酒下里外去了 她不会 她不会的 我跟她相处了这么久 难道我比你不了解她 她不会抱下我 她不会这么做的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 少奇 少奇 别难过 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不是有心的 原谅我好吗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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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原谅我好吗 别哭了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呢 我真的好想她 也许 也许他真的抽不出身呢 少奇 坚强点 忍耐点 我相信你们会有见面的机会的 不像我 就连见他最后一年 都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 他真的好狠性 那你的董汉诚呢 他还是不肯见我 他们都避开我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我连向他们问清楚的机会都没有 他那个朋友 不是说好了要帮你吗 还是 有什么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别再说了 既然 咱们都是这样的恐懒 也就注定了五依五看 不过 你比我还好 有一个疼你的爹地 既然我们同兵相连 那么我们就可以互相依靠了 好 那咱们就结为姐妹吧 你的江湖经验比我多 以后我就叫你玉凤姐姐 好奇妹 那好 咱们从今以后共结同心 要是杨玉前跟董汉诚他们欺负咱们 咱们就给他们好看 嗯 嗯 不要哭了 嗯 王爷 嗯 一经所谓阴阳之道 在乎协调 嗯 但所言 何解呢 万事万物皆有阴阳之分 有阴必有阳 二者不可缺少一方 否则就不可以军力 我们练武啊也是一样 要动则动 要静则静 爹 爹 我来带杨玉前走 哥哥 我们走 哎哎哎 你又来搅和什么 去找贝勒娃去 去快去 爹 不是说好一个月期限吗 现在期限一到 我来带他走啊 啊 一个月了 这么快啊 哎 我我跟你商量商量 再把它借给爹 半个月行不行 你是个堂堂王爷 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 我 我们两个正研究到这个精药之处啊 难道您要爹半途而废吗 你不守诺言 我不守诺言 那你呢 你口口声声说 为爹物色人才 啊 现在不过是 你想为自己找个伴 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嘛 我强词夺理 好了好了 这样 七天 七天行了吧 七天 好吧 那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了 那你出去玩去吧 嗯 王爷 走走走 站住 跟我来 你既然银而无信 想避开我吗 哎 嫂子不关我的事啊 是汉城不要见你 她说 既然已经分手 再见武艺啊 你不会劝劝她 你也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 说一不二怎么劝 好 既然她不人 我也不义 她不见我 我就把你们的画像 贴得满街都是 倒要看看她怎么藏身 哎呀 嫂子千万别这样 这样 汉城必死无疑 嫂子 算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好不好 我给你跪下 哎 这不关你的事 看来 她真的心中无误 我还能怎么样呢 嫂子你看开点 你就把汉城忘了吧 你青春年少 来日方长 你将来还可以另则梁绪啊 嫂子 我走了 你别再跟着我了 你别再跟着我了 你看 他们还是到这个破坡来 那个公孙志啊 好狡猾啊 他绕了几个大圈 我差点被他甩掉 那个董汉城 白什么臭架子 要我们在这待等呢 公孙志 上次你在这儿 不知道被什么人劫走 这次又约我们到此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 点屠龙帮和赵老大那没讲话 你们凶手 要是怕有意外 你们回家吧 哇 屠龙帮是些什么人呢 这么凶啊 是 董老弟 你终于来了 赵大哥 别让无恙 他就是董汉城了 蒙着你 藏藤乐围 太不尊重我们老大的吧 董大哥 董大哥 跟你们赵老大是兄弟交情 怕只怕有外力 你说什么 赵大哥 小弟给自己定了一个 不顾性命的任务 必须独立进行 所以连对亲戚的人 也要分离 姐姐 他就是董汉城吗 老弟的脾气我了解 我相信你 谢谢 客气客气 赵大哥 我们董大哥跟你是一条心的 站住 不要跑 抓住他们 一个都不要放了 宫苏志 我早知道你有阴谋 你邪狗喷人 别争辩了 我们分头走 好 走 走 一个都不要放了 你们这些乱的了 确保 我的伤害 我们走吧 欲锋 是你 你怎么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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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混账 一个论也别让他跑了 追 追 回哪儿去了 玉凤姐姐 快 你 你 你 玉凤姐姐 你别这样了吗 玉凤姐姐 你不要难过了 我刚才看到她的表情 我想 她心中一定一直有你 她并没有忘记你 玉凤姐姐 你不要难过了 你们总有一天会重聚的 玉凤姐姐 你们一定会见面的 你相信我 你们一定会见面 你怎么会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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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见面的 我才不见面的 你怎么会见面的 还有她是 我要不会明天 那是 我们在眼前年的 社会 统筹 已经很看你了 我 想开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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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